近日,随着新疆喀什市疫情防控工作,逐渐向好的态势发展,各商户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,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,逐步复工复产。 在接到复工通知当天,新疆喀什古城乌斯坦伯一路的沙漠干粮房的烟囱里,像往常一样冒起了催烟。 复工不忘防疫,店主艾米提苏拉曼每天亲自消毒杀菌两次,并吩咐徒弟们在打囊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。 新疆喀什古城乌斯坦伯一路的沙漠干粮房是一家传统打囊店,店里的窝窝囊因用料实在,口感独特,价格低廉,受到当地民众和游客的喜爱。 42岁的爱买提苏拉曼是这家店的第六代传人,他正在和儿子御苏普爱买提在店里忙活着,只见他们娴熟地将和好的面团分成一个个手掌大小的面团。 转眼间,案板上已经堆满了近100个小囊坯,随后再挨个放入热腾腾的囊坑中,经过5分钟左右烤制,金黄酥脆的窝窝囊就出炉了。 囊是喀什当地民众饮食中的常备食品,品种有肉囊、油囊、窝窝囊等50余类爱买提苏拉曼用面粉、盐和白芝麻为主要原料,通过传统的手工方法制作窝窝囊。 用木炭烤制做好后售价只要2元,新鲜出炉的窝窝囊,不一会儿就被前来的游客和当地群众抢一空。 手工打制的窝窝囊,尽管每天销售6000多个,可还是供不应求,不少人来找爱买提苏拉曼谈合作,但是都被他一一拒绝。 原因是,制作窝窝囊需要打囊师傅有多年的经验,从前期的和面到后期烤制时的层层工序都要做到恰到好处,这样才能保证窝囊的品质和口感。 爱买提苏拉曼的儿子,遇速普爱买提高中毕业后就在店里跟着父亲学习打囊,三年的时间他每天跟父亲一起在店里工作。 现在已经能在店里独当一面了。 遇速普爱买提表示,做一个打囊师傅非常辛苦,小时候看到父亲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将面发酵好,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揉面,考制。 常年要盘坐在囊坑旁,稍不留心还会被烫伤,所以高中毕业后跟父亲学习打囊,就想帮助家里减轻一些负担,并且将这门传统手艺传下去。 如今,遇速普爱买提打算明年去上大学,并选择财快的相关专业,毕业后开一家自己的囊店。 由于代代相传的好口碑和传统的制作方法,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,但是爱买提苏拉曼家的窝窝囊平均每天还是能够销售6200个左右,其中发往内地上海、成都等地的订单囊大概有1900个。 凭着精湛的手艺公道的价格,十几年来,上门找爱买提苏拉曼学习打囊的人络绎不绝,他的徒弟更是遍布和田阿赫苏等地六代打囊店的名声,也渐渐被传得更远。